欢迎收看健康2.0 陪你健康促进再升级 我是陈欣美 我是韦如 观众朋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咬合不振的问题 其实WHO其实曾经统计过 每十个人就有七个人 有出现所谓的齿裂问题 齿裂问题里头 其实就涵盖着咬合不振 或齿裂歪斜 齿裂拥挤等等 然而齿裂问题 其实不是只会影响我们的外观 其实放着不管它长久 也可能会产生健康的状态 这集要好好跟你聊聊牙齿的健康 牙齿的功能除了咀嚼食物之外 有时候你会感觉到 脸歪歪的 或者想要改变脸型 其实一开始都可以先靠牙齿矫正 来先做改变 但是一人相交 他之前他说他很小的时候 就有咬合不振的状况 在年纪越来越大 这咬合不振越来越差 也就变成我们俗称说的后道 他说他到后来 都只可以用后排的四颗牙齿吃饭 长时间用这四颗 害他有两颗牙齿崩毁 所以他那个时候 只剩下两颗牙齿 可以做咬合的动作 所以他就决定在2019年的时候 先花了40万做了正恶手术 再花16万带牙套做矫正 矫正之后 你可以很明显看到他 下巴往内缩 脸型也变宽了 对 还蛮多的 对 他说整完之后 他非常满意 连他之前困扰很久的 胃食道逆流也都通通改善 另外还有一位Angela Baby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在整牙之前的脸型 是下巴属于比较短的 牙齿还有嘴唇 有稍微的往前凸一些些 在整牙之后 下巴明显变尖了 然后嘴唇还有牙齿 也都明显的往内缩 变成标志的瓜子脸 再还有林心如 林心如他在整牙之前 也是圆脸 还有搭配很可爱的小虎牙 在整牙之后 再把婴儿肥给甩掉 你看他整排牙齿 变得非常的整齐 整个婴儿肥也都不见了 变成圆润的额旦脸 可能是因为外观上的改变 但是其实香蕉哥 他的状态是这样 他是说他最后只剩下 可以用两颗牙齿来咀嚼 想问一下温医师 假设说我们长期 只靠一两颗牙齿咀嚼 可能会产生什么状况 事实上我们咬合不正 分成六种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后牙错咬 后牙它就像刚刚香蕉哥一样 它后牙是咬不到的 它是错开的 这叫后牙错咬 也有很多女生 是门牙前面比较拥挤 所以它有一个小虎牙 很可爱的小虎牙 在日本女生很常见 但事实上 这个也是需要做矫正的 或者是说我们从侧脸看 比方说有些人 是下巴比较前凸 下巴比较前凸 我们叫做地包天 就是我们正常是 上二牙在外侧 下二牙在内侧 那是倒过来 那个叫后倒 或者是说是倒过来 上二牙太爆 下二牙在内侧 比如说像牙叉酥 这个可能要有点年纪的才知道 如果头好看个人掉不到那个花 上二牙太爆了 上二牙太爆的话 这也是需要做矫正 或者是另外两种就是 我们咬得太深 正常上下牙只会 大概咬到三分之一 它现在是咬得太深 所以下二的牙齿 很容易咬到上二的牙齦 我们称之为深咬 称之为深咬 另外一种就是开咬 它咬不到 上下牙咬不到 所以它吃面条的时候 它是还要舌头去帮忙 或是它要 咬苹果的时候 它是咬不断东西的 是要开咬 通常最常见的就是这六种情况 所以温医师 这六种情况是 什么情况下 医生会建议说 需要开始做牙齿矫正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就是说事实上 做矫正的需求都是两种 一个就是美观 一个就是咀嚼 美观这个很明显 比方说看起来有厚道 或是看起来像牙叉疏一样 或是看起来 像刚刚相交哥一样 下巴很凸的 这一种有美观不理想的 病人就会想来做矫正 所以美观是其中一个原因 对 美观其中一个 第二个就是咀嚼 比方说你的小朋友 吃饭比别慢 又挑食 然后这个东挑西挑的 因为他不喜欢咬硬的东西 那表示他的咀嚼功能 不是很好 所以温医师的意思是说 假设小朋友有些人 他不愿意吃东西 其实有可能有一天 要安排去咬一颗 评估一下是不是 牙齿出现状况 没错 没错 对 所以就美观的功能 或是就这个咀嚼的功能 最主要需求都是这两项 是 那如果假设 长期只用几颗牙齿 去咀嚼的话 对牙齿的健康 是有问题的吗 对 这个一定会出问题 比方说我们叫做单侧咬 就是他只咬一边 或是说他只有两三颗可以咬 那两三颗一定会 磨损得很严重 第一个是 他那个牙齿的寿命会减短 第二个是 他脸会大小变 用的那一边会比较强壮 没有用的那一边 肌肉会萎缩 所以整个咬合不平均之后 脸型也会改变 所以事实上副作用还蛮多的 所以还是要平均的咬合 那靠矫正来把咬合把它调好 那其实除了我们说咬合不正 可能会影响我们嘴巴的开关 或呼吸以外 黄医师你说有一个叫做 捏饿关节 症后群 它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开合 是 我们先教大家看一下 所谓的捏饿关节 或者是我们讲下巴关节 在哪个地方 跟各位做个小运动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手 放在耳朵前面 那我们试着开闭开闭一下 你发现有东西会凸一下 有 凹下来 凸一下凹下来 我们去思考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所谓 捏饿关节的下饿的一个关节 我们刚好会对到 头颅上面一个凹槽 所以我们如果这样讲 我们这是上面头颅 下面是关节 我们正常乖乖的时候 这样转还蛮好 对 但是有些人呢 就像我们今天走路 不小心拐到 脚会整天拐一下 有些人会这样 卡住的感觉 卡住的感觉 有些人会讲卡住一声卡住回来 所以他有时候吃东西 听到卡住的声音 也可能是拈耳关节出问题 对 就是说 如果说你这卡住回来还好 那我们真的临床碰到一个案例 就是说 有个年轻的小女孩 晚上洗澡喜欢唱歌 唱歌唱得很快卡住 这唱太大声吗 太好听了 太好听了 就我真的赶快裹一裹 到牙科做急诊 所以相对来讲 其实拈耳关节 它真的是会有这个脱臼的状况 当然我们讲说 拈耳关节跟我们的咬合 各方面是有关系 所以 其实我们的拈耳关节 是一个非常需要保护的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关系对我们的吃饭 所以我们想 比如说有些人讲 不小心意外被撞到 打球撞到 或者是有一些像肌肉发炎 或者全身性 我们就要做 比如说 这个退化性的关节 乃至于有一些 额骨的这个 所谓的病变 它都会造成我们 拈耳关节的不舒服 但是我们就牙科上来 就像刚刚温医师讲 比如说我们今天 如果牙齿排列不整 我们去想 就像一个汽车 如果说你开在高速公路 顺畅 你今天整天 咕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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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关节一定第一个抗疫 结果单边爆胎 没关系 我左边轮胎爆胎 我还有右边轮胎 你从来没有看过 这样车会开得好 但是呢 其实我们在咀嚼常常会 当你单侧咀嚼不好 我们就会用另外一边 习惯咀嚼 带长 结果过度咀嚼 结果你去想 一边的关节就 那个cushion就容易出问题 是 因为关节就出问题了 然后呢 有些人喜欢 这样子夹着 听电话聊天 这个习惯也不行 牛筋牛腱牛肉干 你看哦 第一个单侧咀嚼 你关节又受伤 然后呢 有时候我们叫 压力症候群 就是有些人如果是压力大 磨牙 那磨牙 其实那个力道 是我们平常咬嚼 都没办法产生那么大 所以我们看到 所谓的压力 所谓的吃太硬的东西 所谓的单侧咀嚼 不良的习惯等等等 都会造成我们所谓 拈额关节症候群 所以如果假设 你嘴巴有这种咳咳声 其实还是要特别小心 对 要特别小心 如果长时间咬嚼不振的话 其实可能会出现 像我们常见的头痛 耳鸣 甚至是失眠 刘医师 对 一般对我们来讲 刚刚我们 如果假如说咬嚼不振 最常直接主观的 就是知道说 我们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 会受到一些困扰 可是所以在这种困扰之下 有时候我们到复 吃久了 我们会习惯某一边的去咬嚼 或者说变成说 你在吞咽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变成 你在吞咽不是那么的 有办法咀嚼的细致之后 再吞下去 那这种情况之下 就会导致我们在肌肉 第一个两侧的 脸部的肌肉就不对的 所以最明显的 就是外观上的改变 有的人可能就会 开始慢慢的 可能我只咬单侧 或者是后面开始会出现 一些包括牙齿的 一些脱落的问题 那另外在 它影响到 颜面整个肌肉的过程当中 甚至会影响到 有一些人 它会造成肌肉的紧绷 所以有一些人 它甚至会造成 听力的影响 甚至耳鸣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耳眼管 会经过这边的时候 有一些小肌肉 会包括它的闭合 那因为你两边的肌肉 是不对等的 所以这时候也会造成 有一些眩晕 耳鸣听力的 这个情况的改变 那甚至我们有时候 在临床上还会看很多 有一些它因为 整个厚道的太严重 或者它可能咬合的问题 到最后它在 这个消化器官上 也会受到影响 因为它可能到时候 它没办法 很好的咀嚼 到时候它都用吞的 我们之前有一个小朋友 他是带来跟我看 他说是妈妈觉得说 他很像感觉都养不胖这样子 而且常常每次吃东西 他都会觉得 肚子会不舒服 然后他就来评估说 是不是肚子有什么问题 就我们就看他的外观 其实他就是咬合的问题 就是他在跟妈妈的问诊当中 就发现说 他其实从小就因为 他咬合不是很好 所以他常常吃东西之后 他觉得他咬的 没有办法咬得很细 才吞下去 所以他小朋友就含在嘴里 需要含的方式把它变软 再吞下去 可是有时候 因为赶着要上学 妈妈就会说 赶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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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一点 那妈妈以为 他是他的习惯 而不想咀嚼 结果到时候 小朋友就被人吞 就硬吞 吞了之后 肠胃就会不舒服 所以就变成 恶性循环下去 那变成他又不咀嚼 然后吞东西 又会出现问题 到时候他临床上 人学习都会出现问题 那我们在临床 甚至还有看过 有一些很严重的 到时候甚至影响到 颈椎还有腰椎的问题 那我们在过去 日本的这个 期刊的一个个案 还甚至发现说 有一个28岁的女生 他在过去就是有 蛀牙跟咬合不振的情况 结果发现 长期下来 甚至除了颈椎的问题以外 还连腰椎都出现一些 腰椎侧腕的问题 甚至长期下来 影响他整体的姿态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 一个牙齿的咬合 他甚至可能整体的一个 姿势都会受到改变 没错 像如果我们只是用单边 在咀嚼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边的肌肉 特别的紧 沈医师有方式 可以帮我们用 针灸的方式 把我们这边的肌肉 做疏通 是 其实这个 颈额关节痛 在中医门诊也很常见 不管是笑太开了 太开心了 对 也有是工作 工作压力 压力太大 然后常常咬牙 磨牙等等 也容易造成一个 颈额关节的一个障碍 那在国外的一个研究 就是有一个叫 针灸与经络研究的 一个期刊 他里面有提到 说我们用针灸 能不能来治疗 这个颈额关节障碍 发现可以 他去调节哪里 他去调节 颈肌跟咬肌 那为什么呢 因为颈肌跟咬肌 它都会 接着在我们的 这个颈额关节 不管是我们的下汗骨的 上面这个冠状涂涂也好 或者是说 它必须要负责 我们的这个下巴骨的提升 像这两块大肌肉 如果它比较紧绷的话 当然也会影响到 我们的颈额关节的运动 所以在中医最近这几年 很风行的叫美颜针 美颜针就是针对肌肉 肌膜韧带下去做调节 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美颜针的针法 它原则上它是扎在 我们这个颳肌的边缘 就扎在我们的颳线上 然后去放松这块颳肌 让我们的这个下汗骨 可以稍微放松一点 然后再来是咬肌 我们是正在咬肌的表层 去放松这整块咬肌 也可以达到一点放松的效果 像我一个病人 他30出头岁一个上班族 就压力太大 然后一痛 痛起来这个颈额关节痛 他吃止痛药 然后用一些传统的血液针 就觉得效果没有到很好 我给他用这样的方式 发现还不错 他第二天他不太痛了 但是沈医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看到的画面 它是一整圈 跟这个上下都各自 大概有将近十根的针 真的在做治疗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因为这个针很细 它那个针大概是0.10mm 那比我们头发是0.15mm 所以它比头发还细 所以它扎起来不太痛 所以它得到一个 很好的舒缓之后 它整个脸型也会稍微改善 我们刚才讲说会有点大小脸 对 这样的针法 其实它可以去调节大小脸 甚至一些抗衰老 下垂拉体 它有一些帮助 可是我们一般民众在家里 怎么办 你抓不到这个解剖构造 对不对 我们还有 就是这些解剖构造 它相对应有一些血点 譬如说我们来看看 在镊肌上面 我们有这个镊三针 镊三针从耳垂上两寸 前后各一寸 我们抓三个点出来 这三个点相当于我们的trigger point 就像我们的扳肌点 像我们的肌痛点 你去按摩它 我们肌肉也会放松 所以这是一个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在咬肌上面 在肌肤上面有一个叫夹居穴 夹居穴 夹居穴就是我们下汗骨肩上来 然后刚好压在我们咬肌上 咀嚼肌这个地方 对 咀嚼肌上面 这个地方叫做夹居穴 夹居穴你去按摩它 也可以放松我们的咬肌 再来就是 我们还有一个叫意外肌 意外肌它走在 我们的这个念腰关节 它从我们的 它的起始点是在 我们的蝶骨大翼 它连到我们的念腰关节 所以我们去放松它 它也会得到一定的缓解 这个地方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下关穴 它在颧骨肛下 在我们的颧骨肛下这个点 我们去做一些按揉 也可以稍微对它做一些舒缓 对我们的念腰关节的疼痛 有一点帮忙 所以观众朋友可能自己 没有办法做这样的整法 但是有些穴道 其实大家可以在家中按摩 放松我们的肌肉 你有拔牙过的经验吗 你知道有案例曾经拔牙 结果后来感染了心内膜炎 该怎么预防 广告回来告诉你 偏向一流 让距离不成问题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大多数的人听到拔牙心里 都会感觉到非常的恐惧 特别是智齿 假设你的智齿发炎 又都不处理它的话 小心又可能变成蜂窝性组织炎 像是艺人林俊逸 他就说他的智齿天生就是横着长 有一次他左侧智齿就发炎 他说他整个脸肿得像米菇一样 当时医生帮他把笼给引出来 还紧急打了三支消炎针 当时医生还有特别主发 要他一定要赶快去把智齿给拔掉 否则很有可能会变成蜂窝性组织炎 另外一位是艺人蔡上华 她说她其实有一颗智齿 长时间发炎已经六到七年了 不过她一直没有去处理 因为她真的非常害怕看牙医 但是有一次真的也是差点 严重到蜂窝性组织炎 甚至还侵蚀到一小块的骨头 她就在2022年的时候决定全身麻醉 一次把四颗智齿通通都拔掉了 另外一位是叫小莉的这个女孩 她有一次就是拔住牙拔掉之后 一直感觉到反复的发烧 而且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高烧不退 后来到医院检查才发现 她竟然是感染性的心内膜炎 而原因正是因为 她当时拔牙所引起的 我们先看一下前面这两位艺人 他们其实的困扰都是在致齿 而且甚至是都严重到 有点快要蜂窝性组织炎 想先问一下温医师 致齿是比较容易会发炎吗 对 其实致齿是相当容易发炎 口腔内最容易发炎的 事实上就是致齿 事实上这也不怪致齿 这也不是病人的问题 最主要是地缘的关系 因为它是第三大臼齿 所以第三大臼齿 就是我们人类最后一棵 最后一棵 所以它在比较偏僻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比较不好照顾它 再来就是它很容易长歪 它很容易长歪 我们牙弓不够大 而且它是最后才长出来 这个队伍已经排不进去了 大家都排好了 它排不进去 它只好排到旁边去 那排到旁边去就更不容易刷 它本来就最边垂 又更不容易刷 而且它这个很容易晒东西的话 那它就很容易发炎 所以致齿是最容易发炎的 在人类体内的牙齿最容易发炎 那我想先问一下温医师 一般来说致齿是一定要拔吗 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人一定建议要拔 好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事实上因为现在 致齿第一个它不容易轻 然后又很容易注牙 所以通常我们会建议把它拔掉 那如果说它的功能很好 长得也很直的话 那当然我们可以不需要去拔它 可以留它一条小命 如果说它又歪 又不会帮你做事情 又只会让你发炎 那我们就建议把它拔掉 是 是 是 那刚刚其实有位艺人 他说他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 这样子是可以的吗 对 这个我相信它一定是很害怕拔牙 所以它是要求牙医师说 那一次帮我解决掉 那可能帮我做梳眠麻醉 那睡早之后一次四颗解决掉 那通常我们会希望是一边一边 一边拔完之后 这边伤口复原了 然后可能两三个月再拔另外一边 让你有其中一边可以吃东西 比较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品质 所以一般来说其实还是分开拔 可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做法 那另外其实据说拔智齿有最佳时机 有的有的这个拔智齿 事实上有所谓的两层即时 当然不是城市五位这个两层即时 我们在国考的时候都会背15 25 大概就16岁到26岁 16岁到25岁左右 那个时候牙根还没有长得很好 它地基还没有老 趁它地基还没有很老的时候 骨子还比较松软的时候 趁机赶快把它处理掉 那是最简单 不然的话长硬了地基长再拔 那都很辛苦 所以其实如果说你家里的小孩 还没有拔智齿的话 其实最佳年龄就是16到25岁 这个年龄层 那其实我们想问一下黄医师 因为其实刚刚有第三个案例 这个案例它其实是拔牙 结果拔完牙之后 结果被发现说它是感染心内膜炎 为什么拔牙会出现所谓的心内膜炎 我们先做个假设 就是说譬如说我们身体 会不会有个地方 你不小心清洁就有流血的 好像没有 我们皮肤全身都是 但是有个地方 你如果不小心清洁会流血 牙龈发炎 牙周病 对 也就是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全身 包括我们的骨骼 我们的血管 都会被皮肤非常紧密的保护着 对 但是有个地方 它其实在我们全身免疫是个缺口 叫做口腔 口腔粘膜 包括牙龈 包括牙周 我们可以知道说 像因为口腔里面的牙周病的细菌 它跟我们的肠道 泌尿道 它属于同一个 一个像我们叫做饰氧性的菌种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当我们如果没有好好清洁 它的确会经由我们的口腔的牙龈发炎 牙周病的细菌 到我们的血管里面去 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这个口腔 它其实离我们心脏是很近的 所以相对 假如说我们发现 譬如说有一个口腔的伤口 牙周病的伤口 羊眼 怎么开始 红肿 伤口不愈合 甚至发现了高烧 觉得这个苗头不对 然后我们会发现说 甚至在舌头里面 有一些比较白色的斑块 乃至于开始这个细菌往后面蔓延 开始有吞咽困难 鼻痘的问题 鼻塞流鼻血 开始颧骨不舒服 全身开始不对劲 甚至它的细菌往下跑 开始肠胃 开始有嘔吐的现象 咳嗽 高烧不退 然后这个症状如果持续一段时间 刚刚好又有这个口腔的治疗 其实就要小心 有可能是心内膜的问题 所以有一些症状包括发烧 甚至有一些是肠胃道的症状 或者是有一些 其实就很像感冒或发炎症状的时候 慢慢往上往下 旁边 对 所以还要回过头去想 有没有近期有过拔牙的一个经验 那其实温医师 据你说 你有一个拔牙印象很深刻的案例 这个是别家诊所的拔牙的案例 它也是拔智齿 事实上 简单地讲 我们拔上额的智齿 我们怕鼻痘 拔下额的智齿 我们怕动脉 比方说上额的智齿 因为它很靠近鼻痘 像这个案例 这个是智齿 那它这个鼻痘是黑色的 黑色是正常的 那它拔完之后 这个很小很小的白色牙根 它跑进去了 它跑进鼻痘里了 它跑进鼻痘里面 就是牙医师把一部分挖出来了 但是一部分 它掉到鼻痘里面去了 对 掉到鼻痘里面去 就引起了很严重的蜂窝堵质炎 引起很严重的鼻痘炎 所以跑来我们诊所的时候 就肿得跟米菇一样 那这种没有办法取出来 可以 所以我就跟病人说 没关系 你放心 我们先帮你把蜂窝组织炎 先帮你把鼻痘炎先处理好 总消了之后 我们再用微创手术开一个小洞 进去把这个破掉 断掉的牙根把它夹出来 不过这个病人也是运气很好 我想这个主上有烧香 就在手术的前一天 它已经都好了 我们就准备开刀 准备微创手术去把牙根夹出来 前一天他突然跟我讲 我打喷嚏的时候 这个喷出一个小小白色的 喷出来 喷出来 这是什么东西 我说 那你可以不用开刀了 你的牙根自己喷出来 所以牙根从鼻子喷出来 对 因为它鼻子 鼻子跟鼻痘是相同的 在鼻痘里面的东西 有时候这个力量大的话 它会从鼻子喷出来 那也要运气好 刚好可以 这个角度刚好可以从鼻子喷出来 那就不用再挨一刀了 这个案应该真的会让人印象深刻 没错 但牙齿的健康 我们平常还是要注意自己 有没有牙周病 假设牙周病你长时间不处理的话 还会增加离癌的风险 刘医师 对 因为牙周病 基本上算是一个慢性疾病 而且算是一个慢性发炎 所以当你这个慢性发炎 你没好好去处理的时候 其实对我们全身性的影响都会存在 那这个影响基本上来讲 它可能会不止在我们牙口这边周围的 组织的影响 甚至包括我们的代谢的疾病 包括我们血管的一个健康程度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在过去有一个 英国医学期刊的子期刊 它去针对说 有6万名有牙周病的病史 跟我们有25万名都是健康 完全没有牙周病病史的人 去做流行病学的一个对比 发现说如果你会甚至罹患到 一些精神疾病 一些忧郁症的疾病 都还可以多了37% 那另外一个包括说像一些 有一些自体免疫的疾病的诱发 都可以增加33% 所以基本上对我们来讲 它甚至会影响到 长期一个慢性发炎 影响到我们的免疫系统 那另外一个还有包括我们的 二型糖尿病 那二型糖尿病可以增加20% 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 就是说它在长期慢性发炎的情况之下 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的 这个机能也会受到影响 那甚至在癌症的部分 在过去也有一些研究 在一些癌症的期刊发现说 它不仅会影响到我们 这个整个肠胃道 包括像胃癌 食道癌 大肠癌的部分 甚至包括说像胰胀癌 肺癌 也都有看到跟它有相关性 那当然这个相关性 可能会相对是复杂 因为毕竟我们知道癌症 不是单一原因而造成 可是你可以推想说 当这个病人他如果罹患了牙咒病 那或许他本身在 身体的免疫系统相对是差的 那免疫系统相对是 长期差的情况之下 当然他罹患癌症的机会又高 那再来就是牙咒病的病人 他当然除了我们牙口清洁上 不是那么的好以外 有可能有一些 还有一些坏习惯 包括一些抽烟 或者是咀嚼冰糧的问题 那这些情况之下 当然也可能会跟这些癌症 会有一定程度的相关联 所以我们都知道说 如果当你看到这病人 有牙咒病的时候 你除了从他的病史中 要去小心以外 可能在有一些慢性疾病 还有一些代谢性疾病 还是要特别的去 是 看起来牙齿 就会影响我们全身的健康 沈医师有差 也可以帮助我们调理牙齿 另外我们拔牙之后 牙齿这边嘴巴就肿肿 可以怎么样消肿 对 其实我们终于在牙痛 这个部分我们分三种 一个叫瘋火 一个叫胃火 一个叫虚火 那程度上面的差别 那瘋火就是正发型的 会红肿 牙齦红肿 这个胃火的话就是 很痛 很肿 疼痛是持续的 我们常常遇到的就是 有患者他是 很怕去看牙医 不敢拔牙 所以就先来吃吃药 让他稍微缓解一点 那也有拔完牙 很肿很痛的来 所以我这边介绍一个漱口 我们用中药来漱口 它可以一方面是 让我们口腔里面的细菌 稍微减少一些 对于局部的刺激不会那么多 这边给大家介绍这个茶饮 里面有金银花 莲窍 这个大家很熟悉 这个大概就是中医拿来抑制细菌的 然后像牛棒子 芝母 其实也都有抑菌的效果 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 它对于血糖 还有一些调控的效果 刚刚讲到血糖对于牙周 其实是有影响的 再来就是薄荷 蛋竹叶 这些其实可以说是 中药里面比较像是 需要抗生素作用的 但是它的味道不会太苦 所以我们拿来当漱口药水 又有一个花香 又有一个草的清香 这个还不错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我们肿胀还是跟内在有关 所以我们还是安排了一个 叫做消肿茶 给大家做参考 那这消肿茶最主要针对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血管 我们的软组织的血液循环 所以里面有什么 有单身 赤勺 这个都是我们终于在讲 凉血的药 然后再来是黄芹 它是一个消炎药 然后石膏 石膏是对于 胃火造成的牙齦种 这样它特别有效 然后再次牡丹皮 也是对于我们的一些 臃肿 消肿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消肿茶 我希望可以帮到大家一点忙 没错 牙齿的健康 也可以靠水果来帮忙 主廚要教我们一道护齿的料理 要有洁白的牙齿 除了禽刷牙之外 也可以利用食物天然的特性 主廚今天用凤梨 苹果加葡萄 刚帮我们清除芽菌斑 对 我今天要做这道菜 是乳酪鲜虾蔬果中 其实我们要让各位 吃个所有的食材 除了有好口气之外 其实我们能跟人讲话之间 也要有好口气 对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凤梨的部分 先把它掏空 把掏空出来 你也不要浪费 把肉挖出来 然后把肉挖出来之后 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容器 其实我跟你讲 其实我们这道菜 看起来价值是没有什么 但是你把它放在这边 直接就加三百代 对 加三百代 对 首先我们在做这道菜 其实很简单 你看我现在准备的 这是乳酪酱 这吃错的乳酪酱也可以 还是说你去买起司片 起司片也行 也可以 就把隔水加在就好了 它就融化了 或是说你家里面 有微波炉的话 你就把它放在微波炉 微波一下 让它软化就OK了 对 要先把乳酪酱的部分 放进去 你看我们把它变成 是软霜状这样子 把这个酱放进去之后 首先我们要放什么下去 你知道吗 放虾子 不是放虾子 要先放水果果物的东西 我们先把凤梨的部分 放进去 你把凤梨放进去之后 你就很容易可以把 这个凤梨的部分给推开 而且会把它推开之后 你等一下会把 所有的乳酪酱 附着在我们所有食材上面 你这一道凉拌菜 就会很好吃 所以它的秘诀之一 就是你第一个要放的 其实是水果 对 但是要放富含水分的水果 对不对 富含水分的水果 像这个凤梨 然后这个苹果 其实没有富含水分的水果 还真少 不一定 说不定会有 带我想一下 好 先把苹果部分也放进去 对 一样去给它做一个 拌营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是要分辨放 还是其实 只要是水果类都可以优先先放进去 其实水果类的部分是优先放进去 对 好 那其实这道料理 我觉得有个很大特点 是它有很多的蔬菜 很多的水果 比如说有凤梨 有苹果 有葡萄干 想问一下 柳于是怎么看待这道料理 这里可能有几个东西 可能对我们牙齿 会有一点帮忙 第一个就是说 在凤梨的部分 不过那凤梨因为有的 它如果偏酸 有的像一些敏感性牙齿的人 可能还是会造成不舒服 所以那个就要先找牙医师 先处理 那不然理论上在凤梨的部分来讲 因为它会有一个很好的凤梨酵素 所以对于一些牙齿的一些美白 假如说有一些牙菌斑 或牙菌垢的话 它可以有一些溶解的效果 所以对于在牙齿的口腔健康上 会有帮忙 那另外就是苹果 苹果其实它上面 会有很好的胡皮素 那胡皮素对我们来讲 过去都知道 它不仅在癌症的预防 还有包括一些杀菌的部分上 其实都会有帮忙 所以在使用苹果的部分上来讲 对我们口腔健康也有帮忙 那再来 在我们过去也有介绍过葡萄干 葡萄干主要是里面 它含了一个果酸 果酸对我们口腔内的 其中两个致病菌 是会有帮忙的 尤其对其中一个 我们所谓的 跟糖内转糖的链球菌的 一个抑菌效果 还有我们牙菌斑的 牙周病的细菌会有帮忙 而且这种主书 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拌下去了 那我们现在把它拌下去 你看我们刚刚 是不是那个乳酪的部分 就乳酪这样的部分 把它拌的时候 是还没有办法拌开 那现在我们把它经过这样子 一起拌一直拌 拌匀之后 其实很容易就推开 那看起来会有点像什么 就有点像那一个 鲜虾的蔬果沙拉 你像又放美乃滋下去 那种感觉 那事实上它不是美乃滋 那当然我们就是 做这道菜 不要让这个灵魂太孤单 所以我们就把这一个 生菜叶的部分 稍微就把它摆上去 凤梨棕上面 对 因为其实我们把这个 所有的食材 放在这个生菜叶上 你可以在吃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个生菜叶把它包起来 一起吃那种爽口度 很像在做烧肉包菜的那种感觉 其实这是冷菜 我就想象它那话 对 不过雷师傅你刚刚其实有加一些调味 对不对 对 其实我就放一点 意大利综合香料 意大利综合香料 对 把意大利综合香料放进去之后 让它有一点那种香草的味道 除了这个乳酪之外 其实我们让它有一点那种香草味道 其实非常棒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稍微再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好 把它整理一下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再把它撒上一点起司粉 起司粉 跟摆上葡萄干 摆上葡萄干 我们这样料理就完成了 想要消灭坏口气 常常热到乳酪鲜虾蔬果中 鲜虾与蔬果用乳酪酱充分融合 浓郁香气 丰富层次 杀死你的口腔细菌 我们刚刚聊完了拔碗 紧接下来要讲的是植芽 你知道吗 植芽其实有些人也会有风险 有三种人不建议植芽 是哪三种 广告会会来告诉你 植芽是现在芽科蛮常见的手术 感觉技术上应该都非常纯熟 不过还是要小心 在植芽的时候 还是会有致命的风险 像是这位中国大陆的黄先生 他在一天之内 把23颗牙齿拔掉 并同时种植了12颗的新芽 他在手术之后疼痛不止 而且13天之后 竟然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了 他的女儿就说 当时医生在介绍的时候 有特别说 臼齿是需要隔3到4个月 才可以种植 但是他在走出的当下 就有很多颗的臼齿 在拔出的当天 就进行了种植 所以黄先生真正的死因 其实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另外还有一位 住在韩国冀州岛的男生 他今年是61岁 他当时也是拔掉了6颗牙齿 并植入了4颗牙齿 结果回家当天之后 他就吐血倒地 最后是送医不治 追查之下才发现 原来是他在植芽手术的人工牙根 导致他的下额粉碎性的骨折 那由于骨折的部位 一直持续出血 才导致他死亡 不过他的家族又有特别说 医生有说 当时虽然帮他做这个手术 假设医生发现 他是有这个损碎性骨折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让他出院的 所以他真正的死因 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想想 因为这两个算是 比较不幸的案例 但是你看他的植芽的数量 第一位是植了12颗一次 然后还拔了23颗 第二位是一次植了4颗牙 想先问一下温医师 我们一次可以植芽的量 大概是多少 其实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 但是一次要植这么多颗 本来牙医师或是病人本身 就要非常的小心 怎么说 像我都会跟病人说 你符合三好的条件 那我就可以帮你一次植这么多颗 那三好里面第一好 第一个就是你病人本身的条件要够好 那你本来骨头本来就不差 离鼻痘也够远 离动脉也够远 所以那这个经过我们电脑断层的评估 骨质疏松也没有很严重 骨量也很好 骨质也很好 那这个条件好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可以一次植这么多颗 所以温医师你是说 假设今天一次植多颗牙 医生会先做评估 可能评估你的牙齿 评估你的血管 或评估你的鼻痘的状态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还是有条件可以这样做 对 所以另外良好前提就是 本身这个医院的设备要够好 它可以做3D扫描 可以做数位导航 可以做这个立体的断层扫描 这些评估都做好了 再加上本身 医师本身的技术够存熟 种一颗五分钟可以完成 一颗五分钟完成 那当然可以 一次种了12颗 那也才一个小时 其实有一些族群是不建议植牙 对 有一些族群 就是本身病人条件不够好的话 就不适合植牙 比方说它本身有系统性疾病的问题 那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 因为糖尿病的伤口不容易愈合 所以通常在5.5HbA1c 就是糖化血色素 糖化血色素在5.5左右是正常 那么我们可以接受到小于7 我们都还算 那还是算蛮严格的 因为很多糖尿病动不动 就超过7以上 对 所以它一定要在一定的风险之下 我们再来植牙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说它对麻醉药会过敏的话 那也不理想 那通常 现在麻醉药已经有很多种了 这个麻醉药不行 我们就换另外一个麻醉药 但是我们要事先知道 免得打进去之后休克 或者是整个眼睛肿起来 或怎么样 哇 这个也是很危险 是 对 那第三个呢 可能就是它本身 骨质就比较疏松 那骨质疏松的话呢 就会建议先补骨 把骨头补好 那地基打好之后 我们再来植牙 才比较安全 所以威师 你说的这种补骨 是叫做齿草骨保存树是不是 对 没错 事实上标准的做法 就是拔完牙之后 我们先把骨头补好 就好像我们这个树 我们把它拔掉之后 那个洞 我们先把土填好 那土填好 土长好之后 大概需要三个月 那三个月土长好之后 放上这样蛋白 那骨头补好之后 那这个地基已经漂漂亮亮了 那我们再来打钢筋进去 再来植牙进去 那这样是最理想的 所以其实可能你真的要做植牙 还是要跟医生做个完整的评估 再来决定植牙的条件 或科数是比较完整的 然后有些人可能就觉得 那植牙太麻烦 我就不要补牙 造成所谓的缺牙 黄医师你说其实缺牙 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 对 牵引发动全身 我们看到说 其实我们的口腔里面牙齿 在排列整齐的时候 它是一个循规道局的一个团队 我们可以去想 就像这个橄榄球员一样 如果刚好缺了一颗 其他会不会再乖乖站着 当然不会 它就开始去抢那个位置 就开始缺了一颗 感觉缺了一颗 开始东倒西歪 牙缝也出来了 塞牙缝之后 蛀牙也出来了 牙周病也出来了 所以其实缺一颗牙 可能会有很多问题 对 那接下来呢 当你的牙齿东倒西歪 上面牙齿下面就对不到了 就开始阻绝功能就受损 那受损之后呢 我们又会习惯用功能比较好的那个地方 就像你今天如果单脚跳 刚开始可以 你跳了一个小时膝盖受不了 开始捏额关节出现问题 接着呢 我们单脚跳 就像你今天单手重训 重训久了之后 你时间久了 你去照相就觉得 肌肉一边壮一边粗 你开始脸型会不对称 然后开始呢 这个因为腮牙缝牙齿排列 咀嚼功能营养 就等于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 瘫痪 营养的瘫痪 那黄医师 但是你说其实有一些特殊状况 其实可以不用补牙 对啊 像举个例子 譬如说致齿好了 就刚刚温医师讲 就是说这个地缘的关系 它是很不好清 那其实致齿在我们的功能上 也不多 除非说它是长症的 有时候我们讲说 你就把它当成上天的礼物 多了一副 但是如果它长歪呢 它反而不止 自己的问题 它很容易造成前面也跟着助牙 所以致齿原来上拔掉 功能影响不大 而且比较好清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说刚刚好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第二大臼齿 它上面牙齿出问题 结果刚好下面第二大臼齿 也没有牙齿 那除非你真的就是希望百分之百 我希望恢复 最好的咬合 我上下都重建 要不然你再重建单边 就像我剪刀剪空 右边不规则了 所以如果你刚好单侧的 上下第二大臼齿都缺乏 或许也考虑 或许人生就是这样 就不补了 所以其实要不要补牙 还是可以跟医生讨论一下 但是如果你长时间缺牙 太多颗的话 其实会影响了 不止我们身体的健康 还会影响脑部的认知功能 刘医师 对 其实我们都知道 当你缺牙 除非你是真的明显 外衣伤壮大造成的缺牙 不过如果大部分的缺牙 可能包括说 它可能因为牙周病的关系 或者是它因为 慢性伤口愈合不佳 像一些糖尿病的患者 或者说它可能本身 在免疫系统不好 长期久了之后 就造成我们的 磁蝇的问题 而造成缺牙 这种缺牙 你如果不补的时候 其实它有时候是健为支柱 你就可以推知到说 它可能本来潜在 或许就有一些疾病存在 像有一些 它是循环的问题 这时候它可能就会 不是只是影响到 它牙齦上面的循环 也它全身的循环 都会受影响 所以像我们过去的一些 流行病学研究也发现 你牙周病的人 有18%的人 可能会跟心血管有关系 这些 如果跟心血管有关系的人 你也知道 它可能不会只影响心血管 它可能也会影响到 我们大脑的心患 那另外一个就是 它对于我们一些 血管性造成的脑部的退化 当然就会间接受影响 那过去的研究发现 就是说你这种慢性的发炎 其实对我们大脑的影响层次 其实是有一定的 一个程度的 一个造成的伤害 所以在流行病学的研究 看起来 其实在这种 缺牙的过程当中 你还会包括牙口的不健康 造成你营养的缺乏 而且在老人的部分来讲 除了会造成 容易造成一些 所谓认知功能的伤害 失智的问题 甚至也增加一些 所谓基少症的情况 那这个造成就变成一个 所谓的恶性循环 或所谓的死亡螺旋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常常会告诉民众说 即使你没有缺业 你可能也可以做一些 所谓的口腔操 所谓的扣齿 去让你的 让你的牙齦的肌肉 或者这些的循环 会相对好一点 对于这个 不管是真的有发炎的时候 我们的免疫细胞去那边 也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 是 要避免牙齿掉 其实沈医师也有穴道 可以教我们 巩固我们的牙齿 对 我们其实在 中医在分这种阵型 尤其像牙龈肿胀 我们会分上 胃火上炎 或者是 肾因亏虚或气血不足 那这些都什么表现呢 譬如说我们的牙龈萎缩 它可能跟我们气血不足 肾因亏虚有关 我们牙龈肿胀 或止牙后的肿痛 这可能跟我们的胃火 是相关的 那我们手上 就会有一些穴道 因为你脸上 在肿在痛的时候 你按脸总是痛 对 所以我们教手上的穴道 按手 我们手上穴道有什么 这个叫领骨穴 领骨穴在 我们的第一掌骨 第二掌骨的交界 这个凤上面 我们去按压这个领骨穴 它可以达到一定的 消肿止痛 我们刚才讲到说 循环也很重要 另外还有一个穴道是什么 在我们掌心这边 我们从第三 第四指 第三 第四指的交叉口 往下 我们算这一寸里面 我们去分四等份 然后四等份 是不是我们有三个点吗 对 这三个点就是我们的三尺穴 那你去按压这个三尺穴 也可以达到一定 促进我们的牙龈循环 或消肿止痛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个穴道 其实可以学起来 广告回来主厨 教你做一道 强健牙齿的料理 牙齿腰健康的前提是 你的牙龈是绝对不能发炎的 主厨今天用白萝卜加芹菜 帮我们降火抗发炎 对 我今天要做这道菜 其实蛮简单的 我叫白玉蟹粉 我是说念起来蛮简单的 做起来是不简单的 对 光听起来其实就不太简单了 感觉是个大菜 对 首先我们这螃蟹肉的部分 我们要先把它干炒 不放任何一滴油 把它放下去 锅子稍微给它热一下之后 放下去之后 先把蟹的香味炒出来 把水分的部分给炒干 这时候在炒的过程 你要不断去给它拌它 拌到什么程度 让它有一点松散 就是我们边炒边 把这个水分给挤出来 你有没有看到 当我们的这个水分 开始会没有的时候 完全干 你看像这泡泡 现在目前过程还有一点水分 对 炒到完全干的时候 这时候你再把油放进去 我们今天用的是苦茶油 你如果有水分 放油会怎么样你知道吗 会油喷 会油喷 你知道吗 知道 好 当然我们现在再给它翻一下 你看我们现在完全让它干 有 干干的 干干了之后 我们现在把这个苦茶油的部分 也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苦茶又可以用其他油取代吗 你可以用橄榄油 橄榄油也吸着也可以 对 我们现在给它翻炒 翻炒的过程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 干香菇的部分先放进去 把整个香味给炒出来 好不好 把它放进去 再把洋葱放进去 是 那我们就开始翻炒了 对 翻炒 把它翻炒到完全的 把它翻炒到香味湿 这样子 对 这家料理其实有白萝卜跟芹菜 中医师怎么看待这家料理 其实像白萝卜 其实在中医有分类 它的腥味叫 心肝凉 心就是有一点 超勤的那个腔味 然后再来就是干 就是咬起来甜甜的 然后凉就是它可以降火 所以它对于我们牙龈的肿脏 可能有一些去火的效果 再来就是芹菜 芹菜它是粗纤维 我们讲这个牙齿要刷好 我们一边吃东西 也一边刷牙 一边清口腔 对 我们去清洁这个口腔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粗纤维来处理 再来就是配这道高级料理 一定要有一道高级茶 好不好 那我们这里有一道 这个茶就是去保养我们的牙龈 因为我们牙龈萎缩 所以会有这些牙收的问题 我们第一个中医会去想 就是补气血 补气血我们用黄旗 当归 再来会滋阴 滋阴的话我们用生地 麦门冬 但我们也养肝肾 我们用枸杞 但因为我们牙龈 总是会有一些发炎的现象 因为牙周有一些发炎的现象 我们加了一点黄渤 这道菜就是我们的意季养阴茶 配这道料理刚好 主持人说其实已经把刚刚的白萝卜 也放下去炒 而且感觉有点在炫技 对 其实我们这样炒 再炒就是把这些东西 因为都切成丝 把它炒到丝丝入口的感觉 其实就把它炒到完全的 让它软化 接下来我们开始要调味 首先调味的部分 就是撒一点盐巴 好不好 盐巴把它撒进去之后 让它充分有一点咸香味 第二个我们先把芹菜的部分 也把它放进去 芹菜部分把它放进去 刚刚沈医师讲的 把边吃东西边刷的概念 把这些高鲜的东西放进去 对 放进去 不要让它炒到太过于软化 它保留它的脆感 第三 这是什么你知道吗 番茄 这番茄 差点长成甜椒 差点长成甜椒 再把芥末 我们最主要是把它调味 是调一点芥末 芥末 好特别 一点都不特别 因为其实芥末炒这道菜 是蛮常见的 真的喔 对 我根本没炒过这道菜 所以其实真的不知道 对 我们现在开始开大火 我去给它做一个拌炒 一样要把它炒到完全的 你看它 我们现在吃白萝卜是这样子 是蛮容易出水的 当然我们刚才有放一点 蔬菜高当下去 我们现在要把它炒到 藉由水分子的力量 去把这个东西 所有东西炒到软化 当然我们要稍微 去把它收一下汁 是 因为其实这道菜里面 最主要的特色就是什么 就是白萝卜的甜 螃蟹的甜 加所有蔬菜的甜 所以这道菜其实蛮清爽的 光是你把它炒好这样子吃 就很好吃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就把这个芝麻油的部分 你不要把它淋上去 你把它顺着锅边 把它淋上去 然后慢慢的把香味 完全进入在我们这一个 整个白玉萝卜里面 我们现在开始炒 开始开大火 好香喔 我们等一下炒个五六七八下 好不好 好 那芝麻油的香气都跑出来了 对 好 我们把它炒到这样子 让鲜月看一下 像我们这样子完全湿的部分 是往下垂 往下垂 然后有水分开始滴下来 已经充分软化了 充分软化了 其实我们这样子 其实这道菜就OK了 那这道料理就完成了 试试这道白玉蟹粉 将新鲜蟹肉炒至香味四溢 搭配白萝卜与芹菜爽脆入口 香气浓郁刺激分泌唾 有助于减缓牙龈发炎症状喔 你知道吗 根据统计 其实台湾人的平均寿命是到80岁 然而牙齿的寿命直到65岁 想问一下黄一收 有没有建议观众朋友 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延长我们牙齿的寿命 是 我一直觉得这个数字 是一个迷思 就是譬如说 就我们诊所来讲 我们诊所年纪最大的病人 102岁 他来不是因为缺牙 他来是因为牙齿不舒服抹牙 所以我们要立志成为 超越60岁80几岁的族群 像现在日本有在讲80 20 其实我们发现说 现在的这个口腔的健康牙齿 几乎是我们身体健康的第一步 所以刷牙非常重要 那我们当然现在在市面上 有很多这个 商业广告各方面的工具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 阿嬷的方法 牙刷牙线用好 是最重要的 那这个我们选择 首先是选择对的牙刷 不要太大 软毛小头 你要能够刷到最后面的后侧 然后呢 我们要轻轻的刷 不要把这个刷牙当健身 一颗一颗刷 这锯木头 不对 轻轻的温柔的对待你的牙齿 旋转背式刷牙 慢慢的刷 刷好之后呢 对不起你的牙刷 不能取代你的牙线 你的牙线的清洁 本身还是蛮重要 是 那随着这个 我们现在口腔味教 越来越重视 现在在年轻的族群 我们都会建议爸妈带小朋友做 勾系丰田 好的饮食 特别是钙质 然后最重要 定期找牙医师检查 是 非常重要 是 其实我们常常讲说 牙齿的健康 不是单纯只是外观的问题 包括我们会担心 未来蛀牙的状况 甚至我们有一些研究也发现说 好像牙齿健康 可能会跟癌症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甚至后面还有提到忧郁症 自体免疫症等等 可能都会有关 所以其实定期的时间 去找牙齿做最终 基本上好像是每半年的时候 我们做一次最终 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 一定要做好 而且刚刚有提到 其实我们刷牙的时候 不是一排一起刷 是一颗一颗 慢慢的刷 健康人也希望大家 活到第一百岁的时候 你的牙齿都可以头好壮壮 我们就下次见了 大家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 鄭凯云 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帮我们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另外很重要喔 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 可以按下去 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完全没有收级感谢 还有按下去 然后再加冬 再加冬 再加冬 一分钟 每天 这个